在古老的东方 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 从秦朝开始 中国人徐福就开始东渡日本 创造了日本的文明 千百年来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不断 有文明的交织 也有战争的血泪 自秦汉到随他 中国对日本的称呼 大都为国国 扶桑等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 才开始有日本之说 日本自称日出之国 认为日本这两个字 从始至终都是自己的 然而陕西有个盗墓团伙 挖出一块唐朝的石碑 石碑上出现了日本两个字 彻底颠覆了日本历史 原来日本两个字 不过是博来品 关于日本的国史 在中日历史学者之间 一直存在徐福论的说法 据史记 淮南恒山列传记载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 还未伟辞曰 陈见海中大神 言曰 如西皇之始言 陈达曰 然 如河求 曰 愿请延年亦受药 自马迁记载 始皇为了得到长生不老药 派徐福东渡 徐福谎称又要带了 三千同男同女 给海神献礼 结果一去不复还 徐福到达日本后 开创了日本的文明 也有人说 徐福到达日本前 日本就已经有了原始文明 但不管怎么说 徐福给日本的文化和历史 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至今 日本每年 还要高规格祭祀徐福 这足以证明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渊源之深 2017年 西安博物院展出了一份 特殊的木制名 其主人名叫弥君 在唐朝 曾代表唐高宗 出示日本 因此 他的木制名中 记载了大量 关于日本的信息 据西安博物院的 工作人员介绍 这块木制名 最初是由一个 盗墓团伙挖出的 在市场上售卖时 被警方抓获 才移送到西安博物院 这个弥君 在历史上 曾经是个大人物 隋唐时期 朝鲜半岛 分为高沟黎 百计和新罗 其中高沟黎 自为嚣张 几度挑战中原王朝 隋杨帝杨广 唐太宗李世民 都曾亲政高沟黎 而新罗 一直是唐朝的好兄弟 百计则是得了 窝果的支持 唐高宗时期 百计欺负新罗 唐朝名将苏定方 征讨百计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 百计守将弥君 突然倒戈 帮唐朝攻打百计的国王 因此立下大功 后来才知道 弥君是中原人 他临阵倒戈 其实是在帮自己的祖国 因为弥君立功 唐高宗对他大加封赏 又让他帮助朝廷 管理朝鲜 唐朝平定百计之后 沃国大受损失 于是率兵攻打 在白江口 和唐朝发生大战 唐朝名将刘仁鬼 在白江头 打败了日本军队 沃国因此受挫 从此 沃国和中国通好 唐朝也派遣弥君 出示日本 为何日本经过 白江口之战后 会主动和中国通好呢 自古以来 中日的史书 对这一点都没有记载 但弥君穆志明 却对此有记载 穆志明上说 沃国被打败后 元气大伤 沃国天皇 由此非常惶恐 于是自费天皇年号 主动向唐朝称臣 穆志明上还有一行字 于是日本愚教 聚扶桑已不诛 意思是 白江口之战后 很多百计的官员和百姓 逃亡到了扶桑 唐朝为了方便区分 这一批朝鲜百姓 把他们叫做日本 也就是说 唐朝最初的日本的意思 并不是指沃国 而是指朝鲜 流亡到沃国的一部分百姓 白江口大战 发生在公元663年 而对日本国史记载 日本的天武天皇 在公元701年 把日国改为日本 时间上和穆志明吻合 更可以确信 日本虽然自称日出之国 但日本这两个字 的确是唐朝赐给朝鲜 流亡百姓的 只不过被日本借用 称了他们的国名而已 关于民军穆志明所记载的 日本曾向唐朝称臣 日本国名最初并不是指 日本这两件事 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 部分日本学者称 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国家名字 中国出土的这个穆志明 是骗人的 他们绝不承认 对此 您怎么看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三星堆中发现什么宝贝 专家立即喊停工作 36名武警封锁现场 三星堆文化博大精深 在这里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 就连专业的考古专家 都未能破解三星堆的奥秘 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三星堆中出土的黄金权杖 这不仅是权力的象征 更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然而 为何考古专家 在发现黄金权杖的时候 立即喊停 要求派出武警部队进行保护呢 人们对文物都不陌生 基本上都是通过图片 或者是博物馆 来观看这些 曾经出现在古人手中的物品 它们反映了真正的中国元素 而且也凝聚着华夏文化 不过有的文物 却拥有着比较特殊的表现 正常情况下 我国出土的文物 基本上都会拥有丰富的中国元素 而且东方色彩十分浓郁 不应该出现欧美风 古埃及风等类型的文物 然而 在三星堆古一纸所出土的 一个黄金权杖 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它并不具备东方色彩 甚至有人认为是外星人的权杖 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三星堆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古一纸 但发生过很多 让人们无法去解释的事情 这个古一纸 距离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位于四川鸭子河南岸 同样也是到目前为止 被发现时间最久远 范围最大 文化内容最丰富的 古蜀文化遗址 在这里存在着很多的未解之谜 就连考古专家们 都无法破解其中秘密 自从二十世纪被发现之后 这里就留下了特别多的秘密 甚至一些专家都无法解释 因为里面出土了很多 特别奇怪的文物 让人感觉 这些文物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其实从时间上来推算的话 五千年以前 应该没有那么发达的文明水平 所以这个古一纸 不应该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元素 但是人们的推测 总是与现实存在很大的差点 在这个古一纸当中 不仅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化元素 而且还有很多文物 更像是从古埃及 印度那边得来的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文明 并不是很发达 人们应该还不具备 相互交流的能力 所以那个时候 位于中国土地上的古人们 又是怎样制作出这种文化特点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呢 这一直都在困扰着人们 在众多文物当中 有一个神秘的黄金权杖 受到了不少专家的关注 当时很多考古专家 刚刚发现这个权杖的时候 就要求对现场进行封锁 当地迅速派出36名武警 前往守护 经过了大量人员的保护之后 才逐渐将这个权杖挖掘出来 在这个权杖上 拥有特别细致的雕刻技术 而且也是我国考古史上 第一次发现黄金权杖 其实当时 也有很多象征地位的东西 但是按照大部分的 中国古代文明来看 象征地位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是权杖 这更像是古埃及的风格 考古人员们 在刚刚挖掘到权杖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随着逐渐去清理上面的纹路 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纹物 因此就立刻上报 最终在武警的保护之下 才继续进行了这项考古工作 三星堆金杖出土之后 考古人员也发现 这个权杖并不简单 它一共有1.43米的长度 重量达到463克 这并不是纯金打造 而是用金皮包裹在一根木杖之上 不过里面的木杖已经淡化了 只留下了金皮 上面的花纹依旧非常清晰 从花纹上也可以看得出 里面一共有三个图案 靠近一端的图案是一个人的头像 这个人头上戴着五尺高官 耳垂上还有一对三角耳坠 拥有一种微笑的表情 另外两个图案分别位于中间和下部 它们代表了鸟和鱼 这种奇怪的图案 的确很难让人去解释 但也有一些人对此做出了分析 很有可能 这就是古蜀国第五代蜀王的身份象征 毕竟鸟和鱼也代表上天入地 所以它能够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过这也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疑问 因为这个黄金权杖 与属本土的文化相差甚远 而且也与我国其他时期的文化完全不同 因此在关注这个黄金权杖的时候 也的确涉及到了很多的问题 虽然有人提出了不少的猜测 但也无从考证 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个黄金权杖的确不简单 虽然它是从我国本土 呈现出来的一个文物 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 如果这个权杖出现在古埃及 那么也许我们不会有太多人产生疑问 但是它偏偏就出现在了我国 而且还是几千年前的古遗迹当中 所以就包含了很多的谜团 甚至至今都没有具体的说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